好小好關 上的是花火神木的212 啊不對 花火神木的國標啊 女兒村站在了 龍陣的防禦位 這個是地府 上一個敲不動 哦不對 那個叫醉 那個什麼醉夢青河四海 我想 我想岔了 想成了這個 醉紅塵夢西歐 這樣的話拿個一二速啊 對面上的是盤絲武裝 我們是女兒盤絲 這個速度還還行 目前來說還不錯 這個盤絲應該不是打藍的了 比較常規的盤絲 平坦蝶滿天 琴音三蝶再輕善惡 神木琳把蜜刃起來 對面開場也是善惡 我 看一下一會兒對面石頭飞的數據吧 变了两张曼珠卡 盘斯是比女儿快了 对面水星师徒 把师徒出手 那还好 你这个就有点 克舟求见 如果人家没有这个师徒 那肯定之前就已经早就有别的耗可以补充了 怎么可能会变成没有耗能打 这个飞机好像还是不太好扛 当头清一下善恶 对面神木灵的取秒倒是还好 这帮人已经想疯了心了 怎么还有人跑到我这来 打这种广告 就看我直播的人 都有这个智商 怎么可能会被骗 魔镜孩子被清黑 没神木灵秒的差不多 对面神木灵没有起秘润 我们起了秘润秒这个伤害 他如果起了秘润应该也跟秒我们差不多 那现在就要比哪边的物理更灵活 更有爆发了 如果我们这边师徒 不是我们这边花果山 如果伤害打不出去 那可就不好说了 花果山满天还是没叠出来 我还是得先叠满天 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去跟人家师徒比对飞 人家师徒有爪印在 慢慢伤害是能起来 而且基础伤害 也是比花果山高的 花果山就是要靠各种状 各种状态的加成叠下来的 给了个落花 这边花生干脆连人心都没叠 群推的 师徒领怕被控 用破语狂攻 但是盘司和女儿两个单位都没控 花果山没他快 破碎没有出贴了 有个破碎倒是好 但是物理没他快 你这个破碎就显得很没意思 对面现在师徒的路线 跟以前不一样 他以前师徒确实很慢 因为那个时候他好像师徒 我不知道带是新元还是什么来的 他现在已经改成这个剑步如飞 而且他现在有时候会在灵波先浮 破碎贴了掉一千多 刚才不是打了一千多血吗 那就掉一千多蓝 欢迎羽总 不是蠢打蓝 刚才盘司都已经落花对面武装了 被人们继续丢破一下 满天还是没出 我不知道他不是就那么典型 打了五千五就是这么典 神木灵直接还真被飞死 我想知道我们带的到底什么灵事 什么属性 我觉得很奇怪 对面师徒现在连满天都没跌 他就吃了个提气的 不知道什么药了 我没注意 吃了个提气 然后你就跟我说飞这样了 没搞懂 这是什么 是个什么属性 八回合的仗气 我们刚才盘司是用过落花了 吃了个定神香 没看不懂这个属性 不是说对面师徒伤害太高了 我在想我们这抗性是怎么调的 为什么抗性这么低 而且宝宝也是 啪打一下五千五 就是这么点血 我实在搞不懂 化身被套 这把还不能恢复 刚才神木灵 他被飞的时候确实掉了一点血 这把还好有速度 对面师徒没飞出来 光一个风卷 八千一百血 就是没带血腰带 没有带血腰带 之前你们记不记得这个神木灵 之前打剑慧的时候 你们记得他什么属性吗 起码有个一万一的血 我看淼淼伤害也不错 就是打大唐国标的那样 到这儿就变成 这个八千多血 九千都不到了 你们看没看这个千万千剑慧 今天礼拜五 上周一的剑慧 拉个洋护 线下 这个倒是不急 对面师徒没动 不知道做了个什么神秘的操作 女儿这把喝酒 不管放金青还是不放金青 他潘丝应该都是落花的 石头没蓝 那他早就应该没蓝 他上回就没蓝了 这回为什么不加呢 没把握给蓝 人可以给呀 他潘丝风花果 武装风化身 化身精轻 没人能给石头出手 石头怎么可能这把会飞机呢 盘丝够精 对面选择丢瘴气 你看 对面的瘴气丢过来是五回合的 这个是对的 我们这盘丝丢过去瘴气是八回合 然后 然后又是落花的金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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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它我 一 兩 那 那 我要 那 我不知道該怎麼描述這個,大家自己看吧 拉了個地廳,這也是要拉地廳 這把金金放的倒是不錯 剛好擠掉落花了,給地廳也揮了口氣 再拉個地廳 對面上一個可能還要下滑的 滑到了一個地廳上 對面這把沒事定神槍,師徒倒確實出不了手 這把磐絲沒寶寶,女兒村是滿怒的,她剛才那把怒沒放 對面的磐絲應該也有怒 她可能會選擇羅漢或者換金屬或者丟齒,三種方式都可以 女兒村乾脆不管了,就加了個笛子 盤絲也加了個笛子 丟了個尺子,因為有金剛啊,來了個煙雨劍法,直接死了 對面化身還是群推的 她不會沒點人心吧 你好齨 OK 哇 水仕陀 让仕陀变身 繁温兽拉 这样可以给我活血 他活的神木 因为对面射措这把要变身 花果山不会被飞 对面又拉着仙力孩子 这是要冲刺了 魔镜和仙力都来了 这个比赛连打三天 四支队伍里面互相都要打一场 一个是珍宝格和2008组合的这个队伍 还有一个是明秀源的队伍 还有个是对面 还有个是几层 双风空了一下双输出 水神木 水神木在骑虎 他武装 他武装是什么操作来说 不知道什么操作全当他喝酒 花果山刚才有速度 是因为拉了个马 所以才有速度 没拉马的情况下 他是没速度 还是落花是活 女儿把罗汉截了 这个神木灵这次应该是全魔属性 没有任何抗性 没有任何抗性 神木灵被虚死 对连着三天每天打一场 铁士托补流云 保证这边拉了蚂蚁没他快 然后吃了个定神香 此时出了把满天 女儿身 中了落花 为了保证化身能恢复 可以考虑真一下武装 他武装应该是控化身的 他盘斯和他的化身都有可能水清 保输出出出手 控神木 盘斯水清 他没管化身 他觉得化身会出宝 然后化身确实是出宝 放下过了 在对面石头领第一波飞机飞完之后就放下了 他不想带一下 他不想带一下 他不想带到 他不想带到 是 他的 他不想带到 他不想带到 给自己补光辉 碎鱼控武装 保证化身的恢复 对面化身还是群推 他连人心都不叠的 没管对面的须弥 不知道考虑了什么问题 他试图牵斗金针 这边应该是吃了个提气舞龙 为了下回合能提气 让利劈去心虚迷 这个孩子跑了 这样的话少个魔镜 能好看一点 但是现在化身还是没空拉金针护体 还得先把蛇木活上 才有时间补状态 不然的话 就是我们没金针护体 他多金针护法 在状态上他是转的 这把金针也没了 这二十回合大矜持了很多 九转稍微好 九转还好一点 拉了很多次花果山 都是用还魂咒直接拉的 碰了一下师徒 对面武装是有大的 笑了惨死 可能是笑落花 武装把大放了 他也没出宝宝 那师徒就更不会出宝 师徒肯定是优先飞机 飞完再出宝 又拉了个魔镜孩子 当头想压磐斯 有点难 金针都没了 这还是个高功力批 这把如果神木林出宝宝 花果山被封 花果山还好有精心 能出手 我刚想说 不然连那只高功力批 都清不掉 这样把这只高功力批清掉 慢速拉起 磐斯磐斯也可以喝酒 因为我们这边一二速 拉起来喝酒 可以接个罗汉 防御低就低了 反正 也没多少高防御 先选择上了个盾 打完我是很想看看 他们到底点了个什么 斜门的经脉 会啊 磐斯肯定会带酒 带石胆吗 最终梦斯是不会带的 他们点了那个 磐器持续回合增加三回合 然后对于有磐器的单位 寒情默默和魔音射魂的命中率 和命中率上限加10% 那个行脉 而不是每回合 有磐器的单位 会减一点愤怒的那个 但是一般来说点的都是那个 就是攻击他的单位 会附加磐器 场上高速单位够不够多 他这把用的是疯狂音器 刚好这是第八个单位 而且对面是 师傅拉了马以后 比自己的化身还快 我先把他神器给清了 他这把躺在地上 都不用防落花 吃定神香这个水 尽聊磐丝 想点磐丝 这么猛呢 对面在这神木灵上 这样令奇 那这把谁来保磐丝呢 没有任何一个单位 给但凡吃个提起 不是但凡吃个藏神的 什么武龙也行 伤害非常不够 刚才有魔镜 现在没魔镜 然后现在连旗子都没有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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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也沒有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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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对面 磐斯被压了一波血量 但是他没死 他应该是够金钦的 他应该会选择 磐斯金钦 然后其他单位就都能出手 保证自己的尸陀能出手 他放了个水清宝武装出手 磐斯没人武装快了 不是 磐斯没人磐斯快了 这样化成用灵宝推一把 我怎么觉得这回合是两边都飞机了 确实是硬飞 还行吧 走了个双飞啊 还可以 再亲一个魔镜孩子 花果山就一开始的时候 拉过一个金钢 后面根本就没有金钢 女儿生这把有金钦还可以 丢杖气空恢复 对面是 对面化化成好像是化淤脉 这个金钦 这个金钦也没什么金钦 不金钦 想起来了 给花果山来个金钢 吃了个定神香 这波没秒 想下回合配合师 驼一起秒 既然对面走的是化淤这个脉 那这个打法就对 刮杀也得刮 他这个恢复量是不够的 他基本上群推 群回血 化成那个群推是不够的 化淤 活血呢 也要活完了再群推 推完了再活 这样的来回 推倒 武装金轻薄一下变身 舍个身啊 那倒也能舍 又吃了個定神香 對吧對面帶的藥幾乎都是提氣人定神香也是提氣人他打屍駝神木這個陣容就在提氣藥這個倒是沒什麼問題九轉包括都可以提 還是那邊石頭快我們連流云凝智都沒補 控神木不敢風是阻 總算抽空拉了個金剛護體 是 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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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波花果山旗子没了 那你还是得当头亲宝宝 对面刚才又拉了只善恶出来 你有只善恶在的话 法师都不太好起来 女儿再去控 落花神木 落花神木他可能直接那个 风舞星巾 落花师座实在是不敢落 落神木倒是可以 又是个提气的定神箱 再拉地厅 对面会点的花果山秒吧 我现在都知道 对面会点的花果山秒 这地厅怎么吃的是要拉的 因为他神木灵现在要推面伤 他是为了压人 他不是来亲你的宝宝 所以一定会点你花果山秒 你不拉起神木灵来 怎么可能秒不到地厅 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封了一下神木 又落花了神木 他就赌风中 他赌风中 也没问题好吧 这波这波算没问题 那现在还是这个问题啊 这个地厅拉出来是没加血的 对面可不可 是不是有可能还会再如法炮制 再来清这个地厅 我估计这个地厅还是出不了手 又拉了个地厅 感谢烦了烦了朋友送的这个粉丝卡 谢谢 清风王月 保湿图出手 他干脆失驳的 都不是飞机 飞机也能飞到那只地厅 不过他失驳下滑也滑到地厅 那一样 他现在都这么出地厅 我实在是看不懂 说实话 余总 凭我的智商 很难以解释这个事情 我就不说了 还是直接问指挥吧 我没法问 对面 这边还不是 在这边 那里 把 我 這把笑盤絲應該是笑了他的笑裏 讓化身笑出來了 他盤絲金青的 石頭沒飛出來 炭酸炭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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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估计这个花果山也是没带下 带凌波先俯去抢速 没抢过人家石头 自己们又没抗性 我就没见过这个花果山出甲 他们的打法是这么大 但前提是花果山 你这一身硬件得到位 满天们还得叠出来 现在的花果山 速度不快 伤害也不够 好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花果山的硬件应该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这个花果山打不动呢 这我们就要问了呀 既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物理是有硬件 我觉得没什么状态不状态 就是指挥条的属性问题 你说这个一身穿刺的花果山 风狼内花花果山也一身穿刺 就算他强点 人家花果山能做到 拉起来能直接开干 我们这个花果山难道做不到吗 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这儿没物防 都是法防 然后再加上小克 狐震小克 40%的伤害加成 他怕飞不出来 用破语狂弓来清 贴也没用 贴了的话 你贴两只宝宝 两只宝宝全被贴飞 没什么区别 还不如不贴 对面士托领 如果来清这个地厅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阴机的 要么是破语狂弓的 如果是阴机的话 没必要 反正 你打一下就破肚截 你贴了也是打一下破肚截 如果是破语狂弓 那也更不用贴 贴两只贴两下 然后你 你贴的那两只宝宝也会被贴死 你贴了也是 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得出来 我们做得不害怕 这事 不过我还是要不玩呢 而且我确实很好奇他们到底点什么金麦 打完我得看 打完我 而且我甚至都没有看出来 这套阵容他到底想打对面上 他觉得对面会上什么阵容 所以上的这个盘思雨 花果神木 这个212 这个阵容还打大堂国标啊 好家伙 这盘思的抗行 我怕女儿 盘思女儿这俩人的抗行 我怕 我怕这个 对面如果上大堂直接都扫穿了 这个大死亡重不重的已经无所谓了 时间问题 好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